誰最不希望韓國瑜當選嗎 誰現在在跟他選嗎 大概就是這樣的邏輯 大家就懂了 所以把所有的事情就是淡化說民眾 我覺得這個是太看清大家的智慧了 因為一般民眾 第一個就是說你要真的很有時間 你不只要時間還要有能力啊 還有錢耶 是啊 像吃八十元 就是花六天的時間 什麼事情都不做 而且你要很專業啊 你要派幾部車 你要有多少人 要埋伏要跟肩要跟車 對那怎麼可能 一般民眾絕對不會有這個動機 可能也不想花這樣的時間跟精力 在這件事情上嘛 所以大膽的推論 大概就是敵對陣營 比較會想這樣子做 因為這個消息一放出來 知道他們帶什麼風向 哎呦 韓國瑜市場都不認真啊 這麼晚上單 對 怎麼是在混水摸魚嗎 他們不是最喜歡影射這一句嗎 就是摸魚嗎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底下呢 我認為這個敵對陣營 當然嫌疑最大了 那這樣子的情況 會讓大家擔心什麼 你現在是一個 看起來是專業的跟肩 會不會衍生成專業的監聽 掛線監聽 我覺得台面上這一些被 這個兩位小心 就是被露出照片的這些人 都要小心了 從韓國瑜身上 他會擴散到他周遭 他重要的核心幕僚 這個就是他們的打法 所以不只韓國瑜一個人會被跟肩 我認為未來選戰打到很激烈的時候 他周遭的人 就是這些重要的幹部 我覺得都是他們鎖定的對象 而且從你的行動會有可能如果 所以大家辦公室 可能最好這個去去偵測一下 辦公室裡面 車子也要去 對會不會有人去做這樣的手法 用很細膩的手法 從當中就是要從蛛絲馬 馬跡裡面 就是要套到一些的線索跟訊息 但我們只要問一句就是說 台灣的選戰我們標榜 我們不是民主自由的國家嗎 如果我們的選舉 不能來一場光明正大的選舉 選到最後變成說 敵對陣營 他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不管是跟肩也好 然後監聽也好 然後從蛛絲馬跡當中 要去扣住你的帽子 這還算是一個民主的選舉嗎